站到富山寇宇宙的立場 最好是晚上十點之後就限電 反正大家早點下班早點回家 十點之後不要看電視 早上去睡也不要開電視 這樣一方面解決能源問題 二方面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我同意 面對台灣缺點問題 民進黨立委林靜怡提出新建議 環保署署長林英元一連敢笑三聲 直說贊成 但這番話聽得台灣民眾額裡 覺得很傻眼 沒讀書了 台灣現在不就是甚至在掛帥嗎 是一個白痴 就是他們好像 過跟我們不一樣的生活 隨機接訪民眾罵聲連連 原本說贊成的環保署署長林英元 不但再度表達支持 更自曝自己是早睡早起的怪寶寶 那林靜怡委員 因為又是婦產科醫師 你看到她昨天是 也有一點在幽默的講 但這不代表她是一個政策 現在都十點睡覺 是啊 是反風啊 你想想看我如果真心要求十點之後 不要供電 我應該對的對象應該是經濟部的部長 環保署署長答應我一千次 也不可能真的限電啊 直言是反風為自己澄清 但也透露心中的委屈 認為從一粒一休之後 網友通通針對他 我們政治人物其實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被霸凌 被扭曲 被曲解 在這個文化之下 如果他也是同樣被霸凌的這些人 事實上這個文化是危險的 大家反風的不光明顯嗎 大家Cache不到 自己表現好不好 自己應該知道 不管究竟是反風化還是真心化 看得出綠營勇將們 可能普遍在天庭 對於人間百姓的疾苦 可能不是 怎麼了解 歡迎新聞 林志鵬 李佳化TV報導